昨天上午9点10分,气象局发出了暴雨警告 不过在此之前早就已经落起倾盘大雨 低华地区也都出现水震 澳门多个区域的交通因此痰瘫 不少学生上学迟到 教清局方面表示 一直都有和气象局保持密切联系 不少要上班上学的市民 被大雨耽误了上班上学的时间 甚至是因此迟到 很多学生家长都表示 当局未能够及早发布通知 小朋友上学很危险 对此教清局方面表示 满年雨季前都会和气象局开会 也有专门的暴雨小组和气象局 保持密切的联络及时发布通知 如果气象局发了暴雨 我们就会发停货 时段是6点半到9点 所以如果9点到11点半之间 发暴雨信号 我们是不会停货的 因为如果他翻了学 他在学校里面安全 就不需要家长再去接回去 这样是更加不安全 所以我们停货 因应暴雨信号停货 其实就是一个翻学的时段 梁伟琦表示 按照市民司的批示 特殊天气情况 会提早发布停货通知 以前最早的通知时间 是早上7点 目前采取的通知时段 已经是有所提早 是经过综合各方的意见 以及实际情况之后收改革 除此之外 家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 决定是否给小朋友翻学 第一个就是技术性的决定 按照这个停货 和停货相关的社民司批示 我们就是说 假如有暴雨 有挂风球 保障学生的出门的安全 我们就会发一个停货的讯息 所以我们不可以违反 这个批示的原则 小孩的安全 小孩的生命 绝对比上试试验考试重要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说 如果你觉得是不安全的 小孩是可以不上学 我们就同步请学校 做一个着情的处理 另外梁慧琪表示 教政局方面 已经和所有的学校进行沟通 要求学校对今次的迟到 或者是缺勤的学生着情处理 不计入日常考勤 欧亚卫斯记者 蓝伊凡晨奇 我们报道